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作为全国首部公平竞争审查的省级政府规章 浙江省公平竞争审查办法 经省政府第32次常务会议审议 于2024年4月1号 也就是今天起施行 办法的施行 对于深入实施省委省政府三个一号工程 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服务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打造医疗营商环境升级版 具有重要意义 办法共六章二十九条 下面我对办法的主要内容做简要介绍 第一明确公平竞争审查范围 解决审查什么的问题 办法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接其有关部门 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和法律法规授权的 既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制定的涉及经营主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文件 包括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 具体政策措施 事先要经过公平竞争审查 如某县人民政府要制定 涉及市场准入和退出 产业和区域发展 招商引资 招标图标 政府采购 政企合作 经营行为规范 自这标准的政策文件 在正式发文前 应当先经过公平竞争审查 第二 创新公平竞争审查模式 解决谁来审查的问题 在落实谁起草谁审查 谁制定谁审查的 自我审查模式的基础上 办法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可以指定相应的政府部门 对一定范围的政策文件 进行集中审查 另外 对两类政策文件 还可以提请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组织会审 一类是你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制定出台的政策文件 还有一类是你适用 例外规定的政策文件 办法构建了 自我审查 加集中审查 加会审的审查模式 第三 细化公平竞争审查标准 解决审查依据的问题 办法规定 政策制定机关 要对照四大类 二十三项禁止性标准 和四项例外规定 进行审查 主要审查 政策文件中 是否含有 限制市场准路 或者退出 限制商品服务 和要素自由流动 影响生产经营成本 和影响生产经营行为的内容 同时 针对当前监督检查中 发现了突出问题 如 有的部门 在采购文件中 要求中标企业 在当地设立法人 或者分支机构 有的部门 在招标文件中 直接指定 采购品种品牌等 办法明确 对设置不合理的条件 排斥经营者参与 招标投标政府采购活动 对外地经营者 设定歧视性的 资责资格要求 或者评标评审标准 违反规定 要求中标企业 在本地注册设立法人 或者分支机构等 六类典型违法情形 进行重点审查 第四 规范公平竞争审查程序 解决怎么审查的问题 办法规定 政策文件 没有经过公平竞争审查 或者经审查 不符合公平竞争规定的 不得提交 行政合法性审查 不得提行审议 或者制定出台 明确 公平竞争审查 一般采用书面方式进行 情况复杂的 可以采用实地调查 座谈会 专家认证 第三方机构评估等方式进行 不得以会签征求意见 要求派言参加会议等方式 代替公平竞争审查 同时根据政策文件 是否存在排除限制竞争问题 该问题是否能够通过修改解决 规定了三类不同的处理方式 第一类 政策文件符合规定 不存在排除限制竞争问题的 初级公平竞争审查通过的意见 第二类 政策文件存在可以修改解决的 排除限制竞争问题的 对相关内容进行修改后 初级公平竞争审查通过的意见 第三类 政策文件 存在排除限制竞争问题 且无法通过修改解决的 初级公平竞争审查 不通过的意见 并建议政策制定机关 暂缓或者取消出台该政策文件 第五 落实公平竞争审查保障 解决审查质量的问题 一是加强能力建设 要求政策制定机关 制定工作指引 细化审查流程 加强业务交流 组织培训研讨 提升审查能源的业务数字和能力 二是加强数字监管 依托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 开发公平竞争审查 智能化应用系统 数字赋能 公平竞争审查工作 三是加强考核评价 规定将公平竞争审查工作 纳入政府考核评价体系 对做出减筑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及以保扬 对取得突出成效的地区 按照有关规定 给予多查激励 组织编制公平竞争指数 保障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实 第六 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监督 解决责任落实的问题 一是畅通举报渠道 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 对涉嫌违反公平竞争审查 要求的政策文件 有前进行投诉举报或者反应 对投诉举报要进行受理和回应 二是强化抽查清理 组织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和政策文件清理 对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文件 要及时修改或者废止 三是完善问责机制 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工作 读查业谈制度 将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申报 纳入当地政府年度读查计划 对不理行或者不正确理行 办法规定的行为 要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办法的施行 将为我省打造更加公平 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 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为各类经营主体 特别是民营企业 创造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们将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让投资在浙江公平又保障 成为浙江的鲜明标识 不断提升各类经营主体的 获得感满意度 谢谢大家 谢谢陈建良总工程师的介绍 下面进入提问环节 请大家在提问前 先通报自己所在的新闻机构名称 下面开始提问 第一排这位女士 谢谢主持人 我是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 刚发布会上介绍 浙江省公平竞争审查办法 是全国首个关于规范公平竞争审查的 省级政府规章 办法的规定总体上有什么考量 谢谢 这个问题我们请沈司法厅的王厅长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好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 我们地方立法的重点是发挥好 这个设施性 补充性 探索性的功能 那么在这个办法的制定过程中呢 我们一方面要认真贯彻 国家层面有关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 这个刚性规定 维护国家法治统一 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要创新工作机制 将我们审公平竞争政策 审查 先行先世的经验呢 通过立法予以固化 那么在制定过程中呢 我们重点考虑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呢 突出先行先世 就是办法中有很多 具有这些特色和所创的内容 比如建立公平竞争审查会审 以及集中审查模式 建立公平竞争审查与行政合法性审查联动机制 编制公平竞争审查指数等 当前呢 国家正在制定我们公平竞争审查的条例 我省先行立法的 有助于国家立法的积累经验 做出探索 二是 接持问题导向 我们起草过程中呢 多次向企业和基层 征集主案限制市场公平竞争的 问题线索和立法意见建议 针对企业集中反应的 不合理市场准路限制 和隐性壁垒等问题 办法呢 设置专条 要求对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中 设置不合理条件等情形 进行重点审查 三是呢 强化高性约束 办法呢 从事前 事中事后 三方面增强制度高性 形成审查闭环 事前重指导 比如看在这个审查培训 编制审查指引 制定审查细则 明规则于前 事后呢 事中的严监管 比如看在考核评价 抽查检查 进行过程管控 事后呢 强度查 比如说发送提示函 看在斗查月谈 情节严重地 还要进行恋爱查处 我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 谢谢王厅长 大家继续提问 第三排这位 穿蓝色衬衫的女士提问 谢谢主持人 浙江金次记者提问 我们了解到 就是在办法中明确规定 不得限制 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 但是在我们采访中了解到 还是有个别的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事项 存在垄断的情况 那请问这个问题 将如何解决 谢谢 这问题我们请 发改委的洛主任回答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 与生产经营活动 休息相关 当前的确存在 中介服务事项清理 不彻底机构服务 不规范 资产发育不完全的等问题 今年 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 要进一步规范提升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规范提升 也被列为 银山环境优化提升的 一号改革工程的 捐项行动之一 当前我们已着手 输入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的 四项清单 制定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的 规范提升捐项行动方案 重点任务是 三检一降一提升 一是检四项 系统全面清理行政审批中介的 服务四项 做到依法检 依法压检能检全检 实行全省一清单管理 二是检费用 严格查处 重复收费 扩大收费 卷价收费 等乱收费行为 降低企业的制度性 交易成本 三是检时间 探索建立中介服务的 限期半截制度 解决排队等中介 花钱买进度的等问题 四是降门槛 打破行业垄断 放宽准路限制 培育中介市场 五是提升服务知效 建设中介超市 大理精简中介的评测报告 读出指导中介机构 规范服务行为 下一步 我们将以 高任项内 自我革命的精神 加快推进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的改革 努力打造公平竞争 规范高效的 中介服务市场 我就回答这些 谢谢陆主任 请大家继续提问 第二排这位 穿黑白条纹的女士提问 大家好 我是每日商报的记者 当前在公平竞争领域 还有一些读点和难点 比如说有一些地方 有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 影响企业平等使用资源要素 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所以请问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谢谢 这个问题我们请市场监管局 陈总工程师回答 感谢您的提问 公平竞争啊 是企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和保障 今年浙江省市场监管系统 将开展公平竞争户企行动 回应企业需求 着力破除企业在公平竞争领域的 读点难点问题 依是聚焦企业公平享受政府支援要素的需求 我们将在全省议推进公平竞争政策 先行现实改革 去年我省已经在16个市线 开展设企优惠政策目录清单制 公平竞争审查 集中审查 会审等改革试点 今年呢 我们将全面推广 设企优惠政策目录清单制 公平竞争审查 会审试点经验 开展分行业分领域 规范公平竞争审查试点 提升企业享受政府 优惠政策的公平性 透明性和普惠性 二是聚焦企业 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需求 开展妨碍同一大市场 和公平竞争问题的专项整治 去年呢 我们全省开展了破除地方保护 和行政性垄断的专项行动 供清理存量政策文件 三万九千八百六十六件 审查增量政策文件 一万两千三百二十件 修订或者废止了八百七十件 纠正妨碍同一市场 和公平竞争问题六十六个 今年我们将开展 妨碍同一大市场 和公平竞争问题的专项整治 实施不当市场干预性为 问题整改和典型案例的 约谈通报制度 逐力纠置 经营主体反映强烈的 限制企业迁移 设置进入壁垒 谋求自我小循环 等地方保护行为 三是聚焦企业防范 垄断法律风险的需求 实施公平竞争领域的 政治化服务 去年我们全省已设施 重点企业 反垄断合规辅导 903家 开展经营者 集中风险意境 972次 涉及企业3192家 今年我们将进一步健全 经营者集中风险监测意境机制 探索实施 反垄断合规激励机制 靠前一步 指导企业开展经营者集中 反垄断申报 赋能企业依法做强做大 四是聚焦企业保护商业秘密的需求 加强商业秘密保护高地建设 去年我们省建立了 商业秘密保护的联动机制 深化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4点 新建商业秘密保护基地149家 今年我们将全方位加强 企业商业秘密保护 指导和服务 深化商业秘密保护基地建设 快速响应企业的维权诉求 五是聚焦企业维护公平竞争权益的需求 引导规范市场竞争行为 设施组织召开公用事业 医药建材等重点行业的 反垄断行政指导会 统筹应用 多处提醒 合规指导 约谈告诫 承诺增改等提示功绩 未以筹谋 规范企业竞争行为 我就回答这些 谢谢 谢谢陈总工程师 请大家继续提问 第二排这位穿黑色T恤的女士提问 您好 我是曹新闻的记者 想问一下近年来 民营企业对公平参与政府采购 招投标的呼声十分强烈 那么回应这些诉求的话 办法做了哪些规定 然后今年浙江又将采取哪些措施 谢谢 我们继续请省市场监管局的 陈总工程师为大家回答 很高兴回答您这个问题 政府采购 招标 投标 一头连着政府 一头连着市场 是公平竞争政策实施的重点领域 办法呢 明确对市值不合理的条件 排斥经营者参与 招标 投标 政府采购活动 对外地经营者 设定启示性的资责资格要求 或者评标评审标准 违规要求经营者 在本地注册 设立法轮 或者分支机构等政府采购 招标 投标领域的典型违法情形 要进行重点审查 那么今年呢 我们也将多挫并级 足利保障各类经营主体 尤其是民营企业 公平参议 政府采购和招标 投标活动 一是抓好事先防范 我们将多挫各地各部门 按照办法的规定 落实重点审查责任 防止在政府采购 招标 投标中 发生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二是十四专项整治 去年 我省开展了滥用行政情力 排查限制竞争行为 第四间交叉检查 多次纠正 政府采购 招标 投标领域 排除限制竞争问题 三十个 今年 我们将组织开展 妨碍同一大市场 和公平竞争问题的 专项整治 综合应用 主动清理 多次提醒 通报约谈 立案查处等监管工具 着力破除政府采购 招标 投标领域的 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行为 三是强化社会监督 去年以来 我省开展了 全省政府采购 招标 投标领域 公平竞争审查的 第三方评估 评估发现 政府采购 招标 投标领域 涉险违法 公平竞争审查 规定的文件 74件 今年 我们将在去年 评估的基础上 进一步监督各地各部门 开展 对照检查 几一反三推进整改 实行问题的 闭环处置 切实发挥 第三方评估的 监督作用 事实建立长效机制 去年 我们已在 台州 杭州 萧山等地 推行政府采购 招标 投标领域 规范公平竞争审查的 四点工作 今年我们将 即使总结四点经验 制定出台 政府采购 招标 投标领域 公平竞争的 审查细则 提升审查的 针对性 和有效性 就回答这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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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工程师 下面请大家 继续提问 第二排 这位女士提问 浙江之深记者提问 浙江省公平竞争 审查办法的实施 对加快全国 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有哪些推动作用 另外 在融入全国 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 审理还有哪些具体措施 谢谢 这个问题我们请 发改委的洛主任回答 好 感谢这位记者的提问 公平竞争是 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 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 原则和路径 公平竞争审查办法 所审查的核心内容之一 就是不但干预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 表现行为 施行办法 能最大限度地 从源头上 避免错台问题政策 近年来 我省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快建设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 决策部署 建立健全 各类制度规则 着力破除 各种障碍侧肘 重点开展了三方面工作 一是抓好国家工作 部署的细化落实 编制重点任务清单 提出具体的落实举措 着力推动 基础制度规则 私产设施 要素资源 商品服务 私产监管 等五方面统一 破除地方保护 和私产分割突出问题 二是开展 专产整治 政策治理 多部门联合开展了 招投标领域 突出问题整治 破除地方保护 和行政性垄断等多个专项行动 查处了一系列 有为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 比如 限制和拖延企业 跨区域迁移 招投标和政府采购中 设置倾向性和排他性的规则等 同时 对妨碍统一市场 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 常态化地开展 废止 修订和纠正 三是健全制度标准和工作机制 搓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公平竞争审查办法等 一批地方性法规 在产权保护 市场准入 信用修复等方面 搓台了一批配道政策 并提出了招投标领域 七个不准的具体规定等 同时建立不但干预 统一市场行为的通报约谈机制 及时纠正 妨碍公平竞争的问题行为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抓好 三个方面工作 一是抓好系统推进 强化统筹协调 持续跟踪任务进度 设施开展专项督查 二是抓好典型问题的整治 聚焦市场主体的关切问题 持续开展妨碍统一市场 和公平竞争问题专项整治 三是抓好市场公平准入 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进一步健全 开放透明 平等竞争 监管有力的市场准入制度体系 我就回到这里 谢谢 谢谢陆主任 请大家继续提问 第一排这位女士提问 谢谢主持人 中心社浙江分社记者提问 办法实施后 对之前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 是否会开展审查 如涉及到不平等 对待企业等问题 是否会对这些政策文件 进行清理 谢谢 这个问题我们请司法厅的 王厅长答问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 针对 程量的政策措施 我们将按照 国家和省委省政府的 统一部署 开展 涉及不平等 对待企业的规章 行政规范性文件 和相关政策文件的 清理工作 将我们这个办法规定的 限制市场准入和推出 限制商品服务和要素的自由流动 影响生产经营成本 影响生产经营行为 这些情形作为清理的重点 同时呢 针对 增量出台的政策措施 我们将把好行政 合法性审查关口 办法规定 未经公平竞争 审查 或者审查不通过的 不得提交 合法性审查 行政合法性审查 要承担 对公平竞争审查的 多敌保障职能 今年 我们将继续推进 卸相层面的 合法性审查工作 加强与公平竞争审查的协同 提升审查知效 同时呢 我们还要加强 对公平竞争审查 设施情况的监督 试试开展 优化法制化营商环境 专项的法制度差 重点监督办法的设施情况 确保公平竞争审查 把工作落到实处 不再提升企业和群众的 满意度和获得感 我就介绍到这些 谢谢 大家还有关心的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提问就到这里 感谢三位发布人 也谢谢各位记者朋友 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